原来真没有监狱制不了的熊孩子 眼前这个17岁的男生名叫布林里 自称是个性格非常温和的乖宝宝 除了性格温和之外 布林里对父母也很孝顺 从来不会打骂母亲 我爱妈妈 我从手上没有碰到我的妈妈 他会抑制我 把我放在我 他会碰到我 提到父亲他嘴里也只有赞美 跟布林里一起去深造的 还有一对姐妹话 他们小小年纪就多才多艺 凯丽娜16岁 擅长打架逃课骂家长 14岁的妹妹希拉更狠 不但抽烟喝酒吸大马 而且动不动就半夜 带着男生去小树林里搞装修 附近的松鼠这些年 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别看他们整天接触三教九流 却从来不怕遇上坏人 因为坏人看见他们都得喊上一身恩使 毕竟姐姐是连蛇都敢杀的狠人 家长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父母为了让他们能有个好学区 就让他们和奶奶一起住 结果奶奶差点被他们起初心脏病 不过他们比起15岁的科塔西亚还差了点 这姑娘手臂脸还要黑 一言不合就把人往死里打 尤其喜欢同性相餐 科塔西亚的血坏出了自己的问题 也离不开家庭的因素 她母亲也是一名囚犯 曾因携带为竞品被关进了监狱 她母亲最害怕的就是她会自成母业 可没想到女儿竟然倾出玉兰 吸毒打架混黑帮 张三看了都发慌 眼下五大二人已经就为了四个 最后一个有点特殊 小姑娘名叫乔丹 别看她长得人畜无害 可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太美 只有十二岁就成了自身瘾君子 乔丹最大的能耐就是坑爹 这个领域没人能比得上她 因为讨厌被管教 她天天无故宽客 这可把她妈妈吓得够呛 按照美国的法律 孩子逃学倒霉的是家长 父母将会面临罚款或者拘役 看得出乔丹为了摆脱约束 真实杀费苦刑 她爸爸已经被判了七年了 关键这孩子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每次说起道理都能让母亲压口无言 这么可爱的姑娘 真想狠狠给她一巴掌 不知道监狱会怎么收拾这些凶孩子 得知江要面对狱警和囚犯的改造 五个魔童一个比一个嘴硬 不凌厉把肌肉练得硬邦邦 结果进去以后就软了 简梅花信誓旦旦的要跟狱警对骂 结果进去以后只能跟狱警对挂 小姚女乔丹笑称自己天不怕地不怕 结果进来以后怎么突然就不笑了 其实最出面对于 狱警时五个魔童还是很硬的 毕竟狱警也不能针对他们怎么样 于是狱警只好找来一帮求犯鹰才试叫 科塔西亚自称混过黑帮 一些帮派成员就来当她的老师 但她不愧是道上的 即使面对老混子的贴脸开打 嘴上依然毫不畏惧 既然她坚称自己是血帮成员 那监狱就找来了绰号女王的大姐大 一名真正的血帮大佬 听说两个姐妹花喜欢看舌头 监狱也给她们安排了兴趣相同的老师 大叔除了语气和善以外 真是哪都不和善 光看造型就知道是纯正的少女杀手 说她不是强奸犯我是真不信 妹妹平时不尊重长辈 那眼前这个亲手打残儿子的狼爸 正好适合她 不灵地罪挨打妈父母 监狱就给她安排了几个妈宝 狱警也是看热闹不显示的 不灵地从小最受不了别人吉他 直接抱起了地上的一大包衣服 狠狠地送到了囚犯手里 等到魔童们能听懂人话了 囚犯们也开始跟他们说起了人话 克塔西亚还在监狱里见到了一位特别的老师 他的亲小姨 小姨告诉他如果他再不改鞋柜证 全家就只能在牢房里团聚 很快为期一天的改造结束 无论克塔尼亚还是姐妹话 都表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连抱脾气的不灵理 也真诚地跟父母做了道歉 唯独小姚女乔丹 表情怎么看都好像势在演戏 那么他们会真心改过吗 一个月后姐母组进行了回访 姐妹花真的改鞋归正 不但远离了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还会帮着奶奶做摇椅 彻底变成了好孩子 克塔尼亚也不再混帮派 因为她不想跟小姨一样进监狱 她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从此成了家人的骄傲 布林丽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之前在监狱里她哭得那么真诚 结果回家以后只消停了几天 然后又开始顶撞母亲 母亲无奈之下 只能找来了她熟悉的预警 好在小姚女乔丹没让我失望 她跟咱们猜的一样 依旧在坚爹的理想 为了逃课竟然都能 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去 母亲拿她也毫无办法 因为只要她不犯罪 就算警察都管不了 真提着为母亲感到心疼 不知道谁有好主意能帮帮她 我看你会不会有好主意能帮她的 我看你会不会有好主意能帮她的 我看你会不会有好主意能帮她的